当的时间5月7日,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布达拉宫中队 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举行寺庙文物古建筑火灾铺救时代演练 此次演练假设,于当日19时30分,位于布达拉宫东面夏天叫火房 因用火不慎发生火灾,燃烧物主要为木材,无人员被困 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布达拉宫中队中队长强八曲培介绍 险情发生后,布达拉宫义务消防队在第一时间进行人员疏散和撤离工作 同时,利用灭火器和附近的消防栓进行火灾初期扑救 我们第一个报警以后,我们首先执行点的人员是大概在30多秒就已经到达了这个处置现场 然后我们后期的这个增援力量,我们中队是大概在两分多钟就已经赶到了这个现场开展处置 然后其他中队,临近中队陆续赶赴增援处置 在演练中,布达拉宫中队执勤班首先铺设水袋,控制火势蔓延 随后,城关一中队,柳屋火车站中队,特勤一中队等增援力量到达现场 并多方力量协同配合,联合展开灭火救援工作 布达拉宫现在也有一部分就是科技手段嘛 像这个我们有气体报警系统,然后还有这个常规报警系统 然后同时还有这个感光光纤,火焰图像等一部分这个先进的这个预报警系统都是在上面使用着的 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人防,物防,还有这个技防一起努力维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,布达拉宫这个消防平安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八世纪,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,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 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,没有出现过一次火情等灾难 此次演练,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,共调集10辆消防车,50名消防直战员 布达拉宫微型消防队4名队员参与 强把曲杯告诉记者,通过此次实战演练,有效提高了各应急救援联动单位协同作战水平 提升了西藏消防救援队伍,处置寺庙文物古建筑火灾的能力,达到了预期的效果